大家好,我是秋哥 现在来到美国的CES 2019 Design Resource 场馆 进到展厅,这熟悉的摆设和口音让人有种来到深圳电脑城的幻觉 多了一圈,来到目标会王的展位 这里展示了会王近两年的主打数位版和数位屏产品 最新的是去年后半年推出的12和13寸Canvas Pro数位屏 都吃了一圈以后,我很喜欢这款采用全新贴合屏技术的Canvas Pro 13寸数位屏 最后以300美金的价格把它买了下来 没错,本期的视频是对会王Canvas Pro数位屏的自费体验评测 顺带提一下,会王的小妹下次要多给我一点折扣啊 先来看看包装里面都有啥 首先是笔,数位屏本体,多角度底座, USB,HDMI,电源三合一数据线,还有变压器一个 看一下数位屏本体 左边是六个实体按钮和一个触摸条 要注意这六个按钮里,只有四个是可以编辑成快捷键 屏幕表面采用的是磨砂材质 右侧只有一个USB-C接口,用于连接前面提到的三合一数据线 翻过来看一看 背面的设计和Wacom的Centic Pro一样为一体式铝合金面板 整个板子设计的非常轻薄且流线型,整体看起来非常漂亮 整体尺寸 我们对比一下新版的Intros Pro 可以看出会王的这款Canvas Pro尺寸不会太大 非常便于携带 接下来是产品附带的底座 除了Wacom以外的牌子,数位屏一般都自带底座 非常良心,这个底座非常薄,主要材料是塑料 打开后有四个角度可以调节 下方这里是磁力的 整体来说细节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强度来说也刚好足够支持这款产品的重量 数据线方面是采用HDMI为视频输入 普通USB口来提供数据交换 一根电源线来连接变压器提供电源 再来看看数位笔 会王的笔和Wacom的最新一代的笔一样都非常轻 都标注为拥有8192级压杆 不过这款笔末端没有橡皮功能 底座是塑料的,比较轻 打开可以看到10根一样的备用笔芯 和右边的Wacom Pro Pen 2对比一下 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会王的笔芯要明显出于Wacom的笔 两根笔的材质和整体造型都非常相似 最大区别是墨端的橡皮功能 接上电脑 在这6个实体按键中 最上面的是电源开关 中间是触摸条 最下方是功能模式切换按钮 所以实际只有4个按钮是可以被编辑成快捷键 触摸条可以缩放画布 调节笔刷大小 但只有3个档位 打开会王的驱动 请注意驱动和屏幕软体 需要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才能解决很多评测中提到的 画直线会抖动的问题 测试一下笔的压杆级别 很明显我能感觉到会王的这款产品 虽然标注有8192级压杆 但用起来最多是2048级的效果 随着Wacom在2017年 推出采用贴合屏技术的Centic Pro系列以后 其他厂商都在研究这种贴合屏技术的产品 我们来看看会王这款产品有多贴合 目测从玻璃到屏幕大概是1.5到2毫米的距离左右 已经达到了我的预期 再来测试一下输入延迟 基本上线条能马上跟上笔尖 非常棒 这点我觉得已经达到了Wacom的Centic Pro水平 慢慢画条直线 确认一下是否还存在的抖动bug 可以看到直线是很完美的非常好 再测试一下轻重压杆和笔触 比处的形状稍微有点怪 但不是大问题 最后我们来实际画点东西 赶时间的朋友可以跳过这一段 我们用非常轻的力度来骑稿 我们用非常轻的力度来骑稿 最后再用马克笔的笔刷来完成仙稿 好 差不多要完成了 整個做畫的過程非常自然 體驗非常好 如果非要和Wacom的Centic來比呢 我覺得有達到Centic的85%到90%的水平 最後我想提一下這款板子的散熱做得非常人性化 被發熱的燈管被設置在頂部 這樣手掌大多數時間不會感覺到燙手 而且也沒有噪音 我很好奇這款數位瓶是否也能用上Wacom的筆 如果能夠兼容 那麼就正到了 拿Wacom的筆來試一下 哇靠 竟然能夠完美的被識別 你們可以看到筆尖也非常準確 但似乎功能被限制了 筆觸變成了右鍵 最後看來還是不能兼容使用了 但可以看出會王的這款數位瓶 採用了和Wacom同一個技術 到這裡有觀眾一定會問 會王的這款Canvas Pro可不可以買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不管是Canvas Pro 12吋還是13吋 都採用了貼合屏技術 大大改善了繪畫體驗 可以說秒殺了會王之前 推出的所有數位瓶產品 性能上能夠滿足專業的需求 但在一些細節上還不夠人性化 有改進的空間 我會在結尾處分析一下 優點 產品的外觀設計得非常整潔 尺寸也方便攜帶 屏幕的色域較高 色彩準確 天和屏工藝大幅度提升的繪畫體驗 可以滿足專業的需求 散熱設計非常能性化 使屏幕不再燙手 產品附贈底座非常良心 三合一數據線很好的優化了桌面的整潔程度 需改進的地方 筆心太粗 作畫精度比較低 四個可編輯的快捷鍵實在太少 建議增加到六個 筆尖定位有時候不準確 需要修正 屏幕四周的筆尖定位 準確度較低 我希望能加入橡皮這個功能 價位上 由於XP Pen這個牌子不久前推出了 它的16吋貼合屏技術的數位屏 好評率非常高 而且價格只比會王的這款貴了一點點 我覺得會王可以對這款13吋的數位屏 進行價格調整 本期的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 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所幫助 那麼就點個讚吧 各位的支持是我繼續做視頻最大的動力 如果有可以改進的建議 也歡迎提出來 謝謝 謝謝